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萬劫若眠了 可以萬劫若眠了 我不下去了 其實就是 這本書我昨天把它看完了 然後越看就越冒冷看了 因為這裡面就是很多是 女孩子常常會 argue 的一些點 那我想問每一個其實 比較心靈層面的 你覺得女孩子到底要怎麼樣得到幸福 這第一個問題 那女孩子是不是 吃這個野養吃那個野養 就是明明就很幸福 你寫這麼多牢騷的話 還要花錢買 這直在這的時候覺得 看女孩子的那種牢騷話 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看那個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那本書 從到尾 那一個性子看完 因為我覺得 我花錢買這本書來看 其實我不如去聽我女朋友罵我比較快 因為 怎麼女孩子會有這麼多有的沒有的東西 就你明明很幸福啊 那你為什麼又要放棄掉你的幸福 然後又要想那麼多 想男生愛不愛你什麼的 那這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怎麼看 我先針對第一個 是什麼是幸福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幸福呢 就是 假設 現在的我就很幸福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 下面有支持我的朋友 然後我可以跟我的朋友 這樣子對談著聊天 然後 就像 其實我每天呢 都會跟著我的 跟我的小孩 跟我老公說我愛你這三個字 我覺得這些話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說的出口 因為 其實啊 就是從我爸爸故事之後 我對那個生死就看得比較淡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人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遭逢意外這件事情 所以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跟你說我愛你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 喔 我愛你 然後你也知道說 喔 如果真的隔天我真的抓起來了 你就知道我愛你了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至少我現在很幸福 那我也希望你感受得到 那你第二個問題 其實呢 出了這本書之後 我也一直有這個疑問 為什麼大家要 花錢來看我 這個小小娘的這個故事書呢 就是 因為我問過很多我的朋友啊 然後說 欸你們看了有什麼感想這樣 然後他們都會說 前面就是白蘭啊 白蘭啊 明明很幸福的人啊 寫那麼多白蘭的話啊 然後可是又 不自覺的這樣一口氣 白白白白 把它看完 我就說那看完之後呢 看完之後有什麼感想呢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啊 就是白蘭啊 然後我就說 還是很好笑啊 就是 是還蠻可愛的啦 這樣子 我說那總而言之呢 評比呢 有沒有80分呢 他們就說 好啦好啦 有啦有啦 我說要講真的耶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 是不是女生都跟我一樣 可是 我常常會問人家一個問題 就是 你 比如說 你跟這個人在一起的交往個七八年 那 你們兩個 基於什麼理由 因為我一直覺得結婚是衝動的 然後我會覺得 我很好奇那種 沒有衝動沒有小孩 他們是用 是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結婚的 所以 對沒有好 讓我想一下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結婚就是一定要 喔好我們去結婚吧 那我們就馬上去結婚 可是呢 如果沒有錯 沒有這樣子的 沒有這樣子 那 人生是這樣子 就是像好像我小時候會覺得說 欸我18歲要幹嘛 我20歲要幹嘛 我30歲要幹嘛 可是等到你30歲的時候 你才發現 因為你的人生根本不是像 你想像中的 這樣子在過這些事情 所以 我離題了 嗯 我不知道我講到哪裡 你有沒有要講這個酒 哈哈哈哈 你講到酒耶 怎麼還要來 不是 因為我就是在想說 再講一次你的問題好不好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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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